全球气候异常 光是美国就出现截然不同的气候状况 克罗拉多州下起大雪 南加州却因为焚风侵袭发生大火 其中距离洛杉矶西北边的温图拉郡大火 连续烧了三天 已经动员4000多名警销人员 目前还在抢救当中 而慈懿之功也前往勘灾 5月天南加州却罕见吹起9月才有的内陆焚风 引发多处大火 其中延烧最严重的温图拉郡 短短两天内烧掉28000英亩 相当于440座大岸森林公园的面积 火势造成当地4000多户居民撤离 包括当地一所小学 我女儿跟我说火势发生得很快 因为她说本来还在P1在外面运动 然后老师还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火是在另外一边还没有到学校来 可是就大概在5分钟时间 马上把他们就赶到那个室内 因为火就已经这样子烧过来了 这场大火让居民感受到全球气候的变异 美国慈禧之工密切关注南加州火灾情势 也立刻派人前往勘察 如果说这个还继续一直在延烧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是还会再继续来这边勘察 然后如果说需要进一步跟红石智慧 跟这边的地方政府合作的话 就是决定看我们要不要来这边做一些发法 入夜了气温骤降 悠心的民众还守在外头 关心火势会不会再从另外一头 反扑他们的家园 大海新闻王伟玲 赵博伟 美国洛杀季报导